今天我们邀请为 陈宝受哮喘病所苦的病患 来到现场来分享他的经历 许院长您能够根治 现代人的不治之症哮喘 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 赶快分享您的秘方呢 首先是驱痰泄肺 驱除肺中积存的痰液 把肺热卸掉 这就是驱痰泄肺 哮喘这种病就像小孩子一样 对他多关心点的话 他就会乖乖地听话 但如果不好好管的话 就会开始反抗 做坏事 把他看成是小孩子就行了 要好好地保养自己的肺功能 肺才能正常 驱除哮喘病 这个时候就需要保身纳气 多保养元气 如果得了哮喘 就要随时注意保养肺功能 从根本上来治疗哮喘 不让他再犯 就像一个听话的孩子一样 是的 徐医师 身为哮喘的专家 我想您一定有很好的药方 希望提供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我介绍的生姜 铁梗 铁梗 隔根 都在这里 用这些药材 我做了一道茶 尝尝这道茶的味道吧 哎呀我们公庆不如从命 是 我们来喝 这个许院长的好意啊 您要不要先试 还蛮好喝的啊 嗯 怎么会像喝一般的饮料一样 对啊 完全看不出来它是一种药的感觉 是的 把对肺最好的药材 当成食材来用 哎呀观众朋友 您没有口服了 但是没关系 您可以写信来 我们会请教徐医院长 我们替你先喝了 我们知道啊 就是治疗预防肺 有什么样好的药材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问一下 就是一般人平常 可以养成什么样的 好的饮食习惯呢 作为一种好的饮食习惯 每天喝温水 这样痰就会变轻 很容易从气道里排出来 有的时候暴食也会成为 哮喘的致病原因 饮食要适量 不吃凉的和刺激性的东西 还有多摄取清淡的食物 此外 脂肪多的食物也不好 要多选择清淡的饮食 为了预防大气污染 对肺的伤害 就需要维生素A 而肝脏和绿色蔬菜中 都有丰富的维生素A 此外 维生素B是免疫力所必须的 它和维生素P相互作用 构筑强健的免疫系统 此外 像榛子 葵花籽之类的食品 与不饱和脂肪酸一起 保养我们的肺 是提高免疫力的好食品 我会介绍一下 人身体有70%的水 所以多喝水真的是非常好 跟韩国民在一起 相信观众朋友的健康 一定更有保障 是的 再次感谢徐医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的节目下回再见